绝食的绝食治疗也是近20年来发展的非常快的一项技术 那么绝食的绝食治疗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手术方式 第一个是输尿管禁的激光碎石 一般是指的火激光碎石 第二个是输尿管禁的激光碎石 第二点是输尿管软禁的火激光碎石 此外还有一个手术方式是筋疲肾静的火激光碎石 或者是气压弹道碎石等等 这些我们都通称为结石的微创治疗 那么结石的微创治疗大概需要几天的住院时间 通常来说输尿管禁和输尿管软禁的碎石 它的住院时间以及术后停留在医院的时间是非常短的 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日间手术 也就是在36小时病人可以完成出入院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手术方式 那对于筋疲肾静手术而言呢 可能因为它的风险相对较大 可能会存在一些肾脏出血的风险 因此我们要求呢 病人一般在做完手术以后 卧床休息一般两天到三天 然后根据情况来决定 他是否可以出院 那根据哪些情况呢 就是肾脏有没有出血 有没有出现并发症 因此结石的微创治疗 通常它是非常安全 而且非常高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病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出入院 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 要根据手术的具体情况 和病人自身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判断